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豆 哈喽大家好我是前辈 我们现在在杭州的萧山机场 今天下午飞海南三亚 因为我们在6月1号 在三亚有一场 国系合的防晒专场 第一次播服饰的专场 我现在太差了 我真的很担心 我们两个人又矮又挫 又胖 但是我有一个秘密武器 我就是买了一件 那种就是可以素身的衣服 有用吗你 我不是 那我就是我穿了这个 我在外面穿一件T恤的话 我那个大肚子就不会显露出来了呀 还好还好是防晒专场 因为就是防晒嘛 其实不挑衣服的 不挑人的 你说防晒不防晒有多重要 其实去新疆之前 我跟前辈两个负责差不多 但是我在新疆自压的时候 我就没有擦防晒 然后前辈擦了防晒 你看还是有点区别的吧 其实在找办公室之前 找到整个舞剧 直播间整个效果会好一点 因为瘦一点 所以瘦一点 知道这个效果会好一点 但是你想想你过不了多久 你万一你生完孩子 你还到时候还是要 就是重新减肥的 那你现在减辛辛苦苦 减这么五斤 到处还要再重新减的话 多麻烦是吧 还不如多吃一点呢 我们傍晚的那个飞机 是没有餐食的 所以我现在吃一点 琵琶 你看 闺蜜给我带来的 他们家乡的特产 一箱琵琶 然后吃点皮卡 然后吃点我自己家里很合套人 待会要不再去找个咖啡馆做一下吧 时间还久啊 时间还早啊 嗯 我就想着早点来 在这边吃吃东西 一场凉快 外面真的杭州超了的 我感 跟真香一样的 我感觉比三亚还要热 真龙模式 我去感受感受我就知道了 嗯 吃完皮发之后 要剪一下指甲 这个指甲很黄 昨天已经把它吃黄了 嗯 对 在剥完薄熙河专场之后 我们要回到宁波 然后就马上要飞到武汉 嗯 就要办签证 嗯 希望一切顺利吧 顺利之后 我们就要出国浪了 不过我还要去想新疆 再玩个一个月 把房车开回来 嗯 房车还在新疆呢 整体接下来安排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嗯 就是安排的满满的 我不知道到时候的薄熙河的 户外房车专场 有没有这双鞋子 哦 幸亏哦 从新疆把带回来的 之前他是进了新疆去的嘛 嗯 穿的贼松腹 他底肥软 我昨天站了一天直播的专场吗 站了一天 不怎么累 嗯 真的 小都穿这个鞋子 他刚累趴下 昨天我还给他按摩了 对我那个 我之前那双鞋子 就是鞋底太硬了 很硬 很硬很硬 太软了 真的是幸亏幸亏 嗯 而且也不磨脚 一般的新鞋 我买回来 有一只脚 必定是要磨的 你穿也挺好看的 我就挺好看的 醒醒感觉还好 好了 准备再整个咖啡店 再做一会儿 时间还早 嗯 大家如果要出去玩 需要冲锋衣压 说一些户外防晒产品啊 可以6月1号 来我的直播间 6月1号 博西和了户外防晒专场 给你哦